HAYO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維京對上波蘭的一個對決 那這個呢 大家應該很熟悉的 是Reviper 目前四季帝國二的世界冠軍 也是我們的四季二的神喔 他在四代也有色略一些 但聽說四代的成績不太理想 所以又回來繼續打二代了 雖然我也蠻開心的 但我覺得四代的話 他也可以打到冠軍的話也更好 也可以增加對四季二的一個知名度 好 那來看一下對手 MBL MBL也是一個超頂尖的玩家 他這次選的是波蘭人 波蘭人的話最近好像我們的影片裡面常常出現 不知道為什麼最近很多高手們也開始到很波蘭人了 波蘭人出現的機率變得很高 就是他秘密沒有馬凱三級跟三級遠放 但是卻還是一直在打的感覺 可能大家都覺得那個大莊園非常的厲害 那個農田速度太誇張 每次結束都可以看到 15多里先對手一兩萬 甚至三萬都有 那個肉量實在是太扯了 好 那來稍微介紹一下波蘭吧 波蘭的話就是 簡單來說就是大莊園 大莊園的話可以直接收成10%的食物 就相當於你一個農田 農民可以少收成10%的農田 而且沒撒一次就會採收一次喔 所以就是時間拉得越長 農田比對手獲取的速度還會更快 糧食就是肉越來越多 然後再來就是他的肉馬 只要點下金罐之後 新騎兵就可以造成践踏 就相當於你玩敗戰艇 出敗戰艇你勝騎兵 但是這邊不用出到黃金兵走 只要花肉 就可以有践踏效果 勝騎兵的践踏效果 非常非常的厲害 好 那再搭配這個大莊園的效果 所以這個暴落馬跟鬼一樣 大概就是他的貴族特權 黃金-60% 我們上一步 欸 上上一步 有提到波蘭的馬暴 就是黃金兵 他的騎士只要黃金30 非常非常便宜 比小光還要便宜 而且還可以升到重裝騎士 雖然沒有三級馬鎧 但是有三級攻 所以傷害是蠻可觀的 好 來看一下圍巾的部分吧 圍巾是我們的Riper 最近圍巾母子環被拔掉之後 很明顯感受到圍巾的強勢被削弱蠻大的 因為他的母子環在以前是可以點的 但現在不能點 有點可惜 但是他的近遠方 幾乎是全滿的 但是唯有他的騎士是非常殘的 沒有遊俠 也沒有大肉馬 只有輕騎兵 然後三級馬鎧 然後品種跑速 都不能點 所以馬算是一個非常悲劇的一個 陷入 但是到後期啦 我覺得還是可以出個一兩個馬就 反正他有三級攻馬 出幾隻肉馬 去對面家殺他村民 也是蠻賺的 那這個也是要有多餘的控制力 所以才做得到 那這個部分我們就不多說 這是蠻後期的事情 那圍巾最大的特點 還是他的輪軸技術免費 還有手推車 就代表你少去了 輪軸和手推車的升級時間 那這個升級時間你就可以多出 比對面多出幾隻村民 然後這個輪軸技術是免費給你的 所以你只要移上風箭時代 或城堡時代 這科技直接送給你 你的經濟馬上就領先對手 所以算是一個 你喜歡一隻農的玩家的話 圍巾是蠻適合你的 那農上去的話 可以打的東西是 狂戰士 劍勇 跟奴兵 工程器的話有大衝車 跟中頭 跟強奴 還算不錯 但是他沒有火炮 所以就是會變成說 你大後期的配兵組成 可能是奴兵加衝車 衝車 劍勇 戳戳 這種搭配 我覺得單挑來說 這是最完美的陣型 好 那來看一下 兩邊的選擇 兩邊選擇是選擇 選擇19P 上 這兩邊都是R20P 不好意思 這裡都是20隻村民才上 算是現在的META來說 比較晚上 時代的一個打法 通常打20P的話 就不會打那麼兇了 就是前期可能就是 瞎打小鬧 不會突然打個大封建 打到你頭破血流 我頭破血流 那種感覺 那這邊MBL 自己也覺得自己晚上封建了 趕快先回家 他的地圖也算是非常好的 雖然這個金蠻慘的 這個大金是外露在外面 但是裡面領地有一塊小金 而且裡面的小金 這個附金居然還在裡面 兩塊都在裡面 我的天 這有點天土了吧 就算不挖這個大金也沒關係了 前期靠這個附金 也是過得非常的舒服 那看一下MIPER的圖 MIPER的圖 大金在裡面還行啊 然後這一把 因為沒有打快的關係 所以MIPER的果樹 應該是不會太慘 但是還是會可能被騷擾到 兩邊的上層 上充建的時間是差不多的 那這邊的話 應該還是會下馬就 兩兵應該都是馬就開 這邊均勻蓋得晚了 還是要直接下射箭場呢 這邊選擇可以再觀摩一下 這邊MIPER來偵查 看一下對手的走向是怎麼樣 這邊要來蓋了 是選擇 蓋房子 為死 先出了一個戳戳來防守 防守這邊MIPER點下了一擊農田跟一擊伐木 看來是要來暴農了 然後那 上了封建的圍巾 已經有輪軸技術了 這邊選擇的是馬就 看來還是要打肉馬 但我最近自己打單跳的時候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打奴兵 打光軍手還是不錯的 前期有一個壓制力在 然後還可以堅守跟騷擾都還蠻實用的 而且到了帝王時代 這個奴兵還是可以升為強弩的 波蘭就是有這種特性 我覺得非常好 所以我個人超級超級喜歡玩波蘭的 然後他的寶兵垂兵也是各種行啊 所以這一把我是比較看好波蘭的 只要波蘭不出垂兵的話 MIPER是有優勢的 但只要一出垂兵的話 圍巾這邊要轉出強弩 跟一些劍勇才打定這個垂兵 不然這邊MIPER可能會很難應對 這邊如果只單出爆馬的話 MIPER的文明是有優勢的 來看一下這邊 戳戳開始打 這邊肉馬尻了過來 但是這邊都稍微卡了一下 第三隻肉馬打的時機有點少 所以兩邊的肉馬的血量是差不多的 都剩過15滴 這邊三隻包夾 砍到兩下剩15滴 再三下就死了 這兩隻戳戳 雙雙成隊一起去郊遊 來到這個山頂 突然想打一個高地打滴滴 哎呀賺到了MIPER 這邊剩下10滴 要再兩下這個肉馬就要死了 MIPER的選擇開始挖進 然後木頭是12木 12木也算是多配 通常都是10木 12木的話經濟會更好一點 然後撒田也撒得更爽 這邊多兩隻 通常都是5跟5個 這邊雙伐木總共會有10個人 這兩個待會應該也是要去撒田 然後戳戳的部分 目前MIPER少了一隻 有一隻跑到家裡去探查敵情了 看他對手有沒有要轉小弓啊 但是MIPER不知道上面 應該是有看到了 看到對方突然爆雙拿就 MIPER知道這個訊息之後 開始在按長槍兵 開始要繼續做一個防守了 這一代不防守可能會頭很痛喔 雙拿就會有點兇 然後那這邊下了冰空場 馬上就要上到了我們的城堡時代 城堡時代的話 MIPER這邊就可以享受免費的手推車 那經濟上又比MBA樓這邊再更上一層樓 那沒意外的話 MBA樓這邊也要上城堡 因為這邊大莊園灑了快16片田 那通常只要16片田 就可以輕鬆上城堡 這邊有個洞 那MIPER應該是看到了 哎呀這邊直接死了一村 這個戳戳在發呆啊 哇好像有點慘 被抓掉了一村 現在MIPER落後一村 兩邊的村民樹其實是持平的 但由於這一村被抓掉 MIPER稍微的落後 而且也是因為上時代的關係喔 你們看這邊MBL為了點這個輪走 所以村民樹停了一下 MIPER這邊就沒有輪走的問題 上時代非常的舒服 村民樹也會稍微領先 那這邊的時代確定是MIPER領先了 那這邊MBL 似乎看到對方沒有再繼續暴兵 這邊要趕快也要自己上城堡時代了 沒有再繼續暴了 這邊暴了總共6隻肉馬 哎呀好多阿 這個肉馬的量蠻可觀的喔 這邊6隻 這邊2隻 總共8隻肉馬的量 這2隻能殺到一村嗎 哎呦有點困難喔 這邊有戳戳跟3隻肉馬在防守 但是這6隻肉馬給的壓力很大 這個房子蓋不起來 完蛋 哎呀 直接又被打了一波 會不會死一村好像有機會 哎呦 差一點差一點 那一村的村民在這裡阿 沒有死阿 這個村民趕快拿去種田 就不會有事了 好那這邊肉馬一直在繞 想找一個 輸出的點 但找不到 IPER的防守還是做得很好 要是這個防守蓋起來的話 那MBL這邊可能會受大傷 那確實他也是有受了一點傷 為了要殺那隻村民 就還沒殺到 這邊的肉馬相當的慘 那沒意外的話 MBL這邊上城堡的話 這8隻肉馬會留在城堡 然後點下清奇兵 然後找機會的話 可以去搜村民 或是直接在各地遺跡地 放置幾隻肉馬 來防守一下 IPER去拿遺跡的一個動作 所以這些肉馬不要送掉 繼續擾 看塔敵型 然後看對手要打什麼 好那 IPER已經上了城堡實彈了 那這邊擁有所推測的關係 哇這邊經濟爆得很快 哇直接二級農田跟二級伐木 都已經按下去了 然後直接開來3TC 哇直接要爆村 嗚這個房子蓋得好 拖了一下時間 這裡再蓋起來 這裡再蓋一個 好完美 還有一個木牆 好這個都不用蓋到底 這個TC蓋好這個都可以低掉了 OK 低掉低掉 欸有問題 這TC 斗粒應該還是會繼續出一點 因為對面雙馬就開局 現在要轉弓箭是比較困難一點 要是他轉雙弓箭的話 那村民術 絕對是會 比IPER少的 所以IPER這邊預測應該是 他會繼續出馬 那這邊要決定要繼續打 戳戳的樣子 OK這邊村民抓到出來 欸說IPER剛剛說 欸我看到你啦 欸你要去哪裡 帶我一起去啊 這種感覺 哇直接被抽掉一隻 哎呀調皮了 IPER這邊調皮過頭了 那這邊幾隻 肉馬還在想要去打騷擾 但是這幾隻村民已經被IPER看在眼裡 到底要幹嘛 那騎士走了過來 哎呀這個騎士過來 哎呀好痛 先把這個斗粒收掉 斗粒收掉的話就沒問題 好這幾隻村民可能要回家 唉唷對面爆了 MBL爆了三隻騎士 哇好大量 他是三馬舊嗎 應該是雙馬舊而已喔 喔三馬舊欸我的天 難怪會有三隻騎士 從此出來的話 沒有 完了這邊IPER直接 只顧殺 村民 殺這些手無寸鐵的村民 天啊 不贏 哎呀 我的天啊 死了好多村民 只剩三隻啊 看這邊MBL爆的馬 似乎有點多 這邊還在爆馬 有點斷村喔 MBL斷村斷的有點慘的感覺 喔這不是斷村 啊這邊是單TC啊 村民按到七隻了 我以為他上TC了 結果沒有 果然Nexmos在下個馬就 結果這個TC下的主事會特別晚 村民書會一直拉開 哇村民已經差距快二十隻啦 真不愧是VIPER 這個農經濟的實力 非常非常厲害 好來看一下這邊騎士 殘血的 要不要來 蹲一下遺跡啊 還是要回家 造個修道院 好來補個血 這邊VIPER很堅持要砍這個村民 哇剩一滴 沒砍死 哎呀 這邊戳戳全部送光之後 好像沒有要繼續 再出 重裝了嗎 這邊已經圍起來了 這兩隻村民很順利的按下了城堡 但按的位置並不是很深差喔 只有稍微鎖了一下VIPER的附近 那這邊農田可能會被射到一點 那這邊可能要先撤走 不撤走的話 那這個刮一刮還是會被射死的 先撤到右邊 再開個TC 哇4TC 打單TC 喔雙TC了 這邊第二個TC已經開了出來 沒有問題的話 那現在是NBL 軍事非常的強 但後面就要應對是VIPER的超猛經濟了 這邊要打出一個經濟他的話 那這個騎士要趕快就去裡面繞了 但是裡面VIPER已經想到了 哎呀我這裡現在一隻兵都沒有 趕快先在家裡插個城堡 蓋阿金 不然他直接 騎士狂鬧 真的是能讓到生活無法治理 這邊就選擇了先把城堡放在家裡 我也是比較喜歡這樣的打法 避免被 被鬧得很慘 如果家裡真的是沒尾的話 我覺得城堡放在 這裡算是一個很讚的一個選擇 他帶來這個大學 要不要下一下 下個大學 用個彈道學會比較好 唉唷這邊萬人伐木 這可能要趕快跑了 哇他這個牧區只剩這一戳了 這個牧區被鬧到有點慘 那NBL應該也是知道 他左邊這個牧區他差了城堡 那村民應該是不會在左邊這邊伐木了 那應該會全力往右邊這裡打 唉唷這邊下了第五個TC 修道運動應該還下去 修道運動出幾隻勝率 還是可以對這些騎士造成一些影響 還有NBL這邊選 選擇點一下銀罐 那你是要打一個大城堡 爆騎士喔 那這邊大魔防 大莊園蓋了三個 這邊第三個TC種放下來 放在這裡自己的主精的位置 保護一下自己的主精 那這邊MIPER似乎濃上癮啦 他可能覺得我既然都選了這麼濃的文明 那我就是要濃到底 好那裡面轉出了三個軍銀 然後轉出四個 四軍銀 然後出重裝槍兵 來做個全面防守 那這邊貴族特犬已經研發好了 那波蘭這邊騎士一直只要三十斤 哇你看這個肉馬 一直在爆 四馬就爆騎士 來了 而MIPER似乎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 趕快點下來一擊 進防 然後均勻補到了四個 沒錯 四個 房子要趕快補 這裡有個學院 看來彈道學士已經研發好了 殘寶跟TC都有二攻了 所以這個範圍是非常遠的 好來看一下這邊 戳村 但是戳戳還沒有生好 直接進來鬧 來招翔格 哇一出來就被收掉 我的天 好虧 這邊帶來了一個神侶 想來解銀金 但是看到騎士怪了 哎呀沒招到 好趕快趕快 趕快造出大量的長項兵來防守 這邊總共是五個軍銀 好那這邊MBL就想來搞事了 這邊來蓋一個瞭望塔 哇這個還是升級的塔欸 塵寶時代刻意升級塔 有想法 這邊偷吃駝鳥還被發現 結果 好像沒抓到這四村 尷尬 哎唷這邊 MIPER的視野是有看到的 還是怎麼樣 哇他看到我村民都會在敲 可能以為在敲塵寶 結果他只是敲一個箭塔 哎呀尷尬 這個塵寶其實還可以蓋除去一點 雖然這個高地會更好一點 但沒有關係 塵寶蓋了 還是可以收到這個箭塔 而且這個墓區也可以保護得非常好 那就可以確保這個出兵點 是安然無恙了 就不會被牙子在家裡 好那邊長項兵直接出來戳掉這個箭塔 這個箭塔沒了 那順帶一提 所以波蘭挖石頭是會有加黃金的效果的 所以這邊挖石頭 來插箭塔 我覺得也算是合理的一個進攻方式 對MIPER這邊防守的更好 該插城堡的地方都有插 基本上這個肉麻要進去 鬧爆 不太可能了 有城堡 二級攻 哎唷這邊有幾隻戰錘兵 哇這個戰錘兵 可以敲爛這些長槍兵 好這邊繼續塔光 再來繼續插塔 插到農田裡 哇這邊直接再下了一個城堡 三堡旗下 但是這邊超大量的騎士上來想要阻止蓋這個堡 但是戳戳也過來了 要不要直接硬戳呢 但是這邊MIPER有點卡人口 藏城堡出不來 哇有點慘 這個城堡要不要低一下 甚至10%有可能被騎士砍掉 很明顯場面的數量是不夠的 哇這邊還想要再試試看嗎 啊 MIPER這邊要低嗎 這個不低 石頭要沒了 石頭只有2 150 喔低掉了 OK 還好有回收這個石頭 這個沒回收的話 MIPER可能就要GG了 還好這邊有選擇低掉 這邊轉出一些奴婢 那2級射有的關係 所以奴婢一出來就可以變成極戰力了 那戳戳一樣繼續出 那奴婢是要來射這個奧不齊 占垂兵的 但是垂兵現在防御只有4了 比較低一點 那第二個石頭的話防御就有6 那對抗奴婢的效果還是不錯的 因為奴婢射一下子有4滴 那血量的話是95滴的樣子 精銳的話 血量高起來 而這個奴婢也是不好處理的 那這邊戳戳走了過來 想要來守下這個TC 這個要爆TC的嗎 沒有走得過來 這裡要幹嘛自己是不是有動 哇HolyShit 哇這邊戳戳直接交錯啦 這邊工兵是不是要沒了呢 工兵趕快躲到城堡下面 開始做一個輸出 10隻工兵 後面有大量的戳戳跟在後面 好但這裡面到處都是劍阿 劍死狂飛 怎麼辦 這裡圍起來 哇一個關本獸 你要去哪 這邊村民再拉幾隻 把他關的根子 直接吃掉這一坨 可以嗎 但是這邊均有非常大的漏洞 哇直接揉了出去 哇看來是也不用圍了 看來麥婆也知道 把這邊動很多 要補很困難 這邊有個劍塔 哎呀好心機呀 MBL 連下面這個墓區也開始 在搞啦 那MBL這個塔弓公式做得相當好 確實有打到Viper一點經濟 經濟現在似乎沒有那麼的舒服了 因為後面的腹地 已經快沒有地方可以撒農田了 然後這邊的話 又有劍塔在射 哇 The Viper應該是有注意到的 這一塊墓區是不能踩的 好那正面來看一下 正面直接戳了起來 衝車爆掉 哇這個騎士死得非常非常的快 但是沒有關係 波蘭的騎士就是便宜 我只要30塊 喔比你小工太便宜 我這張地出 可能還比你現在這一頭工兵太便宜了 波蘭表示超爽的 但是對面長項兵的數量有點多 但是一直在劍塔下面 被打這個被劍塔射 這個抽兵還是有點傷吧 這個劍塔射是9 哇 那打一下槍兵有7滴傷害 但是還行 因為圍巾本來的復兵單位 血量就會多20% 喔呦這個砸到好痛 所以一直戳戳是有66滴血量 但是一個蠻高的一個狀態 但是這個正面上好像 被換光啦 哇這個戳戳雖然死了很多 但是MBL這邊 死的騎士也是超大量 而且這裡投死車一直在 投死車給MIP的壓力很大 哇MIP還要繼續再控兵一下 好這邊趕快人肉堆騎士 人肉擋騎士喔 不然這個被鑽出一個洞來會很慘 哇好像有個洞了 哇這左邊的騎士要過來了 哇這邊還被砸到了一一發 VIP的奴兵從32隻變成剩20隻了 到底這一個城堡能蓋起來 那94吧95 VIP已經死了十幾村在這裡 哇這十幾村 傷害很大 但是終於把這個城堡蓋了起來完美 那VIP的本來村民是破百的 那現在村民數只降到3MBL一樣 是96村 那邊的經濟現在是不分上下 那VIP前面打的優勢 但是也被還了回去了 這個經濟優勢全部都吐了回去 那待會VIP會怎麼打呢 現在MBL一直在強調要跟他對決 打正面打正面 所以一直用塔在逼VIP出擊喔 那這樣VIP沒有附地的話 就弄得太舒服 經濟上就會跟MBL拉近 算是一個相當高密的打法 這邊拖子車砸一下這個戳兵 要不要拖一下 哎呀 還是拖到了很痛 然後戳兵直接上來要來戳這個頭子車 戳得掉嗎 應該很難旁邊有村民 村民來上面修一下 應該是不會掉了 因為戳戳的攻擊一直有6 不想騎士砍個幾刀就爆了 那沒問題 那這邊拖子車還活得好好的 村民一直在修 這個靠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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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修得回來 OK 50滴 但是波蘭的這邊的馬還是很多啊 現在是6馬就在爆騎士喔 哇 直接投爛 好 戳戳 目前波蘭家裡的狀況 哎呦 VIP這邊奴兵直接出去想要殺東西啊 還挖了外面的野精 這邊想要找一個副石 但正面似乎壓力還是很大 正面 哎呦 這邊這個奴兵 看到這邊大隊村民要過去不知道幹嘛 應該是要來挖這個礦 正面的話 VIP就在扛線中 這個頭子車能拆掉嗎 剩下9滴 哎呦 拆掉了 完美 拆得掉的話就沒問題了 這邊出戰謀 不太清楚是要來擋什麼 應該是要加減打一下這個奧布奇 但奧布奇防禦4了 所以戰謀丟他也是1滴 好這邊 20隻弩兵 MBL終於受不了了 要來一口氣硬上了 哇 沒想到你還敢把你的弩兵放出來啊 MBL表示 直接 大量的騎士硬上 MBL這一坨弓兵應該是被消滅殆盡了 好 那看一下MBL的馬 依舊在出 騎士狂亂 波蘭打城堡真的很強 一直出騎士二攻二防 但是這邊沒有升攻擊力 看一下城鎮中心 然後再開來下面這個位置 鴛帶的木頭快沒了 裡面這個也挖完了 左邊的木區 右邊鬧 這裡剩下唯一的木區就是這裡了 那這邊還有劍塔在鬧 終於要來去拆這個劍塔 這邊蓋梯子被抓包 大量戳戳上來戳一下 MBL的騎士 瞬間倒地了 快要10隻左右了吧 地上都是騎士的屍體 趕快聰明來修一下這個衝車 來修一下修一下 OK修回來 繼續拆這個劍塔 這個劍塔把Viper的附金也圍住了 上面有一塊金 野金也是被挖走 所以Viper這邊已經面臨斷金的一個危機了 所以要趕快把這個中間地圖拿下來 這邊插個城堡 這邊石頭也可以挖 黃金也可以獲取 Viper上了帝王時代的話 就可以打出一轉 逆轉了吧 村民宿目前是MBL的領先 目前領先14村左右 這個野金居然MBL是沒有發現嗎 自己的野金被踩光光 哇 剛好是一個完美 躲在人家的視野的眼皮外 完全沒有發現Viper的金 居然是在他家附近挖的 那MBL一定很猶破 你哪雷的金啊 Viper 你的金不是都被我空了嗎 這個金也被空 這個金也被我挖 你怎麼還有黃金 升到帝王時代 MBL沒頭宇宙 發現事情不最近 趕快點香帝王時代 再布點的話 Viper真的又要打大獲奇了 他可能會受不了 但是上了帝王的話 Viper這邊要打 波蘭好像也不是那麼好打 因為目前Viper這個主城 奧不齊出大量 就可以全部解掉了 果然在出奧不齊了 奧不齊走路過來 想要帶來做點事情嗎 應該只是先續一波 忘不齊 來拆他這個衝車 遠頭都出啦 兩台遠頭 要順便來拆這個遠頭嗎 哎呀 Viper的全部長槍都在外面 沒辦法回首了 直接擺給475斤 衝車也要75斤 糟了糟了 Viper 但是 MBL 這邊騎士也全速送光 應聲倒地 這邊補了更多的馬舊 這個是17馬舊是不是 家裡還有3個 這裡13個 再加他家裡4個 17馬舊 哇 這個排成 你看這個波蘭 太扯了 這就是一直爆馬一直爽嗎 喜歡玩馬國的話 一定要試一下波蘭 DLC買起來 這個波蘭DLC不會讓你失望的 爆起來這個馬量 真的是有多舒服 雖然軟了一點 但攻擊力還是一樣 並沒有打折 來看一下這邊 哇 這個長槍兵 直接被敲爛啊 直接被敲到頭破血流啊 欸這邊 欸這邊是怎樣 欸 這邊是一個 走位食物嗎 去追什麼東西 然後導致這邊 這一坨工兵跟戰毛 全部送光 完了 麥婆這一坨兵 送得有點大啊 那這邊 目前是把金搶了回來 要不要來這邊下個城堡呢 這裡面下城堡正面 麥婆要怎麼打 麥婆就只有戳戳 但這邊的波蘭的主城市 奧布奇 加上大量的騎兵 那這邊是奧布奇 要點下金瑞了嗎 我們要先點下金罐 肉馬會有践踏的效果 MBL選擇践踏 那麥婆選擇強奴 這邊重裝一變身之後 就可以硬打了 OK 這邊肉馬變身了 波蘭一騎兵 9加2 践踏效果 那攻擊力上三攻 OK 那就是9加4 重裝的話是12加4的傷害 奧布奇 打正面非常卡 喔 這邊麥婆居然打4GG 哇 怎麼那麼快 哇 打一個完美變身timing 那 VIPER這邊 上強奴 上得有點晚喔 如果他這一坨沒有送掉的話 似乎還有機會嗎 你不太確定 大概只有20隻 而且有一半是戰保 奴物兵的量 依舊是蓄不起來 奴物兵的量 再更大一點 來個四五十隻 這一坨可能就可以輕鬆鎖住了 因為畢竟 波蘭的馬是沒有三級馬卡 所以被射的話 被奴物兵射還是很痛 那很可惜 所以VIPER這邊並沒有 斤住喔 冤金這一塊守不下來 就GG了 因為他就完全斷金了 這邊挖金的也被抓到了 雖然剩下60黃金 留給MBL啊 但自己的附金野金 也是被挖得蠻慘的 哇 那這一團 這一場應該就是MBL的戰略正確 直到圍金這麼能農 就要打兇一點 不能讓他過得太好 自然就可以打出一些差距了 那確實喔 關鍵是在這個寶 這個寶在剛才初期 也被大量騎士殺掉一堆村民 本來村民是有領先一百多 領先二十幾村喔 但這邊死了大概有快十幾村 二十村有 所以數量上就MBL差不多 經濟上是沒有任何差別的 而且MBL這邊大模仿 食物的效果一直在慘 等一下來看一下MBL 食物到底贏多少 讓他可以一直出這麼多的食物的兵喔 像騎士啊 跟戰槌兵 還有金冠喔 都是要大量食物的 但他都點得很舒服 來看一下軍事 經濟科技喔 全部都贏 只有社會沒有贏 來看一下軍事 軍事是MBL的一個 KD值爆表 再來是 經濟 食物採集好像也才領先一千五喔 我覺得應該這算合理吧 因為VIPER是5TC開農嘛 那時候MBL採兩TC 那這樣食物卻還可以贏過VIPER 圍巾的一個5TC開農 還算不錯 那採集數 金量差不多了 木材斯VIPER確實比較多 因為畢竟家裡的木頭都被採光光了 來看一下 科技方面 是VIPER的時代全數領先 但是還是被打包了 村民樹是MBL最後農到了144村 經濟滿點 謝謝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